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25日 星期三的收市改转 还有陈以提和大家总结港股开放 港股回升的势头高中回吐33点 恒指高开202点之后一路向上挑战26000大关 预阻之后逐步回吐最多下跌179点 收布25693点 跌33点 跌0.1% 国指收布9076点 跌22点 跌幅0.25% 科指相对抗跌收布6458点 升12点 升幅0.2% 大市成交金额1633亿元 看看草莽股份表现 有邦逐错0.2% 港交所同汇空 分别升0.2% 以及0.6% 科技龙头股份 腾讯美团阿里京东化首都成交靠钱 其中腾讯美团京东 推升0.6%至5%不等 而阿里和快首分别下车 1.4% 以及3.5% 表现最佳蓝手属尚余光能 收布172.4% 大升6.4% 火电股份再有好表现 年升5日的中国电力再急升8.9% 创过3.19%的52周身高 收布3.07% 华能、华电、华润电力升1.8%至4.6%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升11日 创到2008年以来的新高 今年是累升超过1.8倍 中远海能、中远海控、中远海法 升8.1.4%至8.3.2% 太平洋航运推升8.3.6% 中外运中期纯利 暗年增长7.8% 股价突破50天前 创到3.19%的一个月新高 收布3.18%飙升近1.12% 今天的收视讲到这里 明天再见